好,我们现在进入了和平精英的这个游戏画面 现在如果没有做任何按键映射的话 它是没反应的,按这些键都是没反应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物理按键 跟这个游戏的这个能够配合起来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 这一段不算哈,刚才有人干扰 把这个按键映射掉出来 这个是按键映射掉出来的默认界面 我们把这个按键映射 这个相当于是摇杆 这个相当于是左摇杆 左摇杆我们映射到移动键上面 然后并且这个左摇杆它是可以放大缩小的 我们尽可能放大一点 尽可能放大一点 能够覆盖到它的冲刺那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把开枪键 我们想用L1键来开枪的话 那么就L1键 L1键放在这个开枪键上面 另外这边有个那个5号键 对5号键也可以作为开枪键 对 我们先简单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移动了 对吧 对你看这就开枪键了 好 那我们在移动中开枪开枪开枪 对 然后把L2键移动到跳跃键上面 对 我们再把按键映射打出来 可以改的 L2键我们可以放在跳跃键上面 比如这个跳跃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效果 这样我们按L2键可以跳 看到没有 按L2键可以跳 那么L3键可以用在那个下蹲上面 我们看吧 把按键映射吊出来 L3键我们移动到下蹲这个地方位置 好 保存 那么我们按按压L3下蹲 对 这个L3是摇杆的下蹲键 对 下蹲 下蹲 那么5键的话是这个 这个这个5键 我们把按键映射吊出来 这个5号键也就是 这个红色键 这个红色键 我们可以映射成 比如就这个 5号键的话实际上是这个肩部键 5号键 其实也可以映射到开枪这个位置来 我们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开 也可以用L1键开 也可以用 那么5号键开 对 这个看个人习惯 嗯 那么6号键 6号键实际上是背部这个按键 6号键这个背部按键 其实可以用来开进 对 这样的话保存 好 这样的话你看我们可以用 移动中开进 对 开枪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 你看摇杆 左按键 右按键 背部按键开进 然后这样的话 六指操作 对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设置不合理的话 你可以把按键再调出来 然后按个重置 按重置就全部恢复到原状 对 按重置 按重置 按重置以后现在又恢复到原状 这样的话重新打开 然后重新全部重新再映射一次 对 重新再映射一次 对 根据自己的需要 然后点保存就可以了 看 在这儿 下廊 感谢观看